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子可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一部好电影 往往是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 主创人员中除了导演 演员 编剧 摄影 录音 美术 特效 配音等工种缺一不可 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与这些幕后匠人的专业化水平密不可分 从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到《妖猫传》 凭借诗意写实的风格 曹玉成了终生代摄影师的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位被媒体评为最有艺术家气质的摄影师 摄影其实就是 我表达我自己的一个工具 我能够唯一能够掌握的 完整表达我的一个工具 应该说是 所以每个电影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乐意去做的事 是一种变化 就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魅力 就是因为你特别直接 也很像一个所谓的艺术家的感觉 就像写书法一样那种感觉 非常好 从摄影这个角度的时候 最重要的首先是一个质感的准备 这个质感其实就像一人穿衣服一样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那格格西里它最重要一点 是对于自然环境的描绘 就是自然环境 必须首先是 既要真实又要震撼 所以格西里就这样 那到妖魔传 妖魔传一上来就是主观的 它这个事件本身就不真实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去派出自然的光效 这个镜头确实给摄影师和给演员压力蛮大 让道具准备了好几十根蜡烛 把这蜡烛放在它的脸的这一边和底下 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LED的灯带 这样让它的整个皮肤 从所有的那个反射角都会有一种LED的光泽 就是比较现代说白了是 我说这个好像还不够 我们有种灯叫Didulite 它可以打特别小的光 所以我们就给它眼睛这儿 就是有灯用的光 有蜡烛的光 有LED 还有那个Didulite那个灯 合在一起 最后产生了这么一种光效 就是后来觉得还是不够好 就是我说这灯光是亮度在变才行 然后我们接在这个电子调光台上 在这个过程中 等于我的手来控制它的脸 整个这光是在动的 然后同时又有那四层光 这样加起来完成了这个摆面上 就从我的性格来说 我还是做不到 说我完全不要任何的光源依据 我只要把人打好看就行 那这个就跟你自己 对电影的认识和性格关系 那我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光源依据的 1903次 A机 开始 其实像南京打光是一个特别传统的灯光 举手那场戏呢 当所有人站满这个教堂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海洋 然后这个手就像一个帆一样 它特别有一种希望 或者有一种精神感 关键的那个窗户那是空着的 就等着太阳从那块照下来 大概是一树到两树空 所以特别不如终于等到了 所以那感觉也是 就有人又激动又紧张 当那个光特别强 打出灰尘的时候 那个寓意就更强烈了 然后这时候那个镜头 手掠过光线 掠过这些灰尘 就全都值得 绘画当然是 我们最直接的一个修养基础 就我记得我去给 《妖猫传》的真正聊产书 是我第一次跟凯歌导演 聊我想要什么 我还没写出来 所以我当时有拿一个登机箱 那个登机箱里装满的画册 这些是我可能想要的一种质感 他当然也很惊讶 我特别喜欢文科的画 它的阴影部分那种蓝颜色 那个也给我特别大启发 所以在《妖猫传》里边 其实还是用了很多绿 或者一些蓝的颜色 他摄影跟导演的这种合作 其实它是很精神化 情绪化的一种东西 导演跟摄影 是电影的两个情人的感觉 或者说情敌的感觉 他多好爱这个电影的女神 既相吸又相赤的一种 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拍《百度人》的时候 跟文贵导演 他就有一个进入过程 就是因为他的系统 跟我的系统 天然的是有很大差别的 他有他很强的一个个人风格 和一个观察事物的 逻辑的方式 和一个情感注入的一个渠道 彩色的现实条件中 特别扎实地对演员的塑造 恰恰是从王老爷那儿学到的 陆川是没有任何分镜 但是他对于影像的感觉 是很敏锐 当你拍对的时候 他会很敏锐地知道 这块是好的 在踢而学 踢而学 降最低 对对对 是拿从这拐下来 拐下来 然后冲着我们这镜头走 冲着我们这一组人走 你看如果这么多 来 把一背贴着学 降低 降低 那有些导演 比如像凯克导演 就很严谨 我还以为他是那种 很像古代文人那种感觉 很随意的那种 但是他工作起来 他是非常非常很严谨 条理性特别强的一个人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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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基本上 像我们跟演员也很重要 因为毕竟你记录自己 除了情以外 最重要的是这张脸 还有他的身体的动作 如果摄影师跟演员 不能产生信任感的话 其实会很拧巴 能够彼此取得一种 欣赏和信任 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拍电影的过程中 很珍贵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你会觉得 这个作品脱离了 你的能力范围 然后自己生长了 那就是因为你们合作 太默契了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作品 就有如神柱一样 单拆开某一个人 干这事都干不成这样 他只有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干成这样 那个时候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 叫《莫代皇帝》 就斯托拉罗摄影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摄影机 可以像一个羽毛 在天上飞一样 就是那么自由 然后那么诗意化地展现 情节 我当时特别地惊讶 我觉得天哪 这个摄影机原来像写书法一样 可以这么随意 原来是 为什么 他拍出来的东西 跟我眼睛看到的东西 差别那么大了 后来我父亲说 这是一个摄影师 因为电影要有摄影师 摄影师拍出来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觉得 就我想当摄影师 所以其实《莫代皇帝》 对于我的启发 是特别特别大 或者说我的风格形成里边 有很大一部分 跟他有很大关系 考上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时候 我一下子成为我们班第一名 特别净 这辈子都没当过第一名 你一样碰到你喜欢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学习特别轻松 我当时大三大四的时候 老到那个图书馆去看 那个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 然后我就想 我什么时候有一天 我要能上这些杂志就好了 南京南京市 到09年才在美国供应 完了以后 结果有一天我突然接到 那个说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 要采访你 我说是 我特别激动 你觉得特别幸福 就觉得一个梦想实现的感觉 陆川来找我 说拍可可戏里 可可戏里在哪 我记得我还去 在地头上查了 不知道可可戏里在哪 还查照片在网络上当时 我看我的天哪 这什么地方 但是旋敬国民把我震住 就我记得第一次 站在那个可可戏里的地方 看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都哭了 看得我一丝声音都没有 然后他那个整个你会觉得时间都被凝固了 你觉得好像什么都不重要 就那个感受 一下让你找到最初你刚毕业那会儿那感觉 就是你觉得这个生活有你的激情 而不是只要挣了钱了 别人都认可你就可以了 当然了他确实也让我得了第一个奖项 但更重要的是他改变我那个确认我真正应该有的生活的路子 我觉得摄影师可以 这一辈子可能你都达到不了你期望的那个高度 因为毕竟你的天分是有限的 你只能尽量地去做 只要你一直在进步 而不是重复甚至退步 那我觉得我就有这种幸福感 因为你毕竟是爱这个职业了 所以他决定你得往前走 在曹玉看来 摄影师就是电影创作中捕捉生活光影 传达轻微情感的视觉同龄者 每一幅画面都有他的叙事功能 才能让镜头传达出音乐 人物和时代的倾诉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您不仅有机会可以赢取演出门票和文创产品 而且参加我们线下活动 还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